表哥 表哥 我听说你们在城里买房子了 我们特意过来恭喜恭喜你 是啊表哥 你都不通知我们医生 好久没见面了 你们来就来嘛 还拿什么东西嘛 不就是在城里买套房嘛 对了表哥 你房子买在哪里的呀 买多少钱 房子就买在 不值钱 那个位置也不好 而且啊 还是个二手房 那是全款还是分期啊 肯定是全 分期 而且啊只付了两成首付 啊 二手房还分期呢 我还以为你们在城里面混起来了呢 就是 那个二手房还分期 就是 就买个破二手房 还害得我们 急急忙忙过来给你们祝贺 老公 我们家猪还没位呢 走 不是为猪 哎 买个二手房还分期 就是 我说他全款买的房子 还把我一定没睡着 就他们那个样子 还没得起房子 还把他催着他 就是 这下我心里舒服多了 走走走回家 老公 我们房子不是买在市中心的吗 我们是全款买的呀 你为什么要说是分期啊 还说是二手房 老婆 以后啊你就知道了 哎 建哥 我听说你在城里全款买了套房啊 是啊 我们听说你们在城里混得好 哎呀 也就是 你们别听他们瞎说 也就是买了个二手房 而且啊 位置还不好 每个贷款都还得还三四千呢 哦 原来是分期的呀 我就说嘛 老公 被我猜中了吧 哎呀 现在啊做什么都挺不容易的 是啊 你看你们穿的有模有样的 前两年还在家里种地呢 我说你们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嘛 是啊 我们家都还没买呢 我说你们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 对对对 我们还有事我们就先走了 老公 你看我说的没错呗 对 还是我老婆有眼光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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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感谢观看